哈喽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 很多人在市场都问 我是否应该跟我的好朋友一起成立公司 把他引进进来做我的合伙人 因为市场有太多这样的案例 好朋友反目成仇 今天我就想跟大家讨论了 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很多合伙人今天他们在合作做企业的时候 他们忘记了 他们合的不是钱 他们合的是人 所以在这个合伙人的股权的设定里面 我们必须要了解到底什么机制 来保护大家的利益 在这个的过程里面 很多人的问题就是因为一开始 他的股权的设计就不清不楚 不明不白 当我们跟好朋友一起成立公司 我们一起做合伙人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设定股权最重要四个的架构 第一个永远就讲 大家必须要把大家的责任讲清楚来 到底每一个合伙人你的责任是什么 第二个很关键的就是 身为股东 身为合伙人 你到底有什么权利 如果你是小股东 你有什么权利 如果你是大股东 你的权利又是在哪里 第三个很关键的就是 大家必须也要把大家的义务设定好来 身为合伙人 在创业这个过程里面 在执行这个企业的时候 大家每一个人的义务是什么 你是负责 可能是做营销 你是负责去找人脉 你必须大家讲的公平 大家知道谁应该拿工资 谁不应该拿工资 这样如果你今天为公司服务 这样你有什么回报 但是在这个过程 很多时候好朋友反目成就就是 因为当你付出的太多 你拿回来的回报 不成对比的时候 大家就会有一个不开心的模式 然后心里就开始不平衡 然后第四个很关键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讲的 到底我们进场的机制 跟退场的机制又是什么 我们的风险又是什么 我们的回报是什么 如果一开始你们是没有融资的话 你们当你们去注册好了公司 必须去设定一个发起人协议书 每一个人的责任 每一个人的角色 每一个人的义务是什么 大家的权利是什么 然后以后如果我们的企业赚到钱 我们的分红钱又是怎么样 所以应该分多 所以应该分少 因为在这个的过程里面 股钱跟分红是可以一样 也是可以不一样 我希望今天这个视频 可以给到大家一点启发 当我在跟合伙人 或是我的好朋友 要一起成立公司的时候 这四个是一个很重要 要考虑的因素 谢谢大家 关注我今天的视频 希望大家能继续再关注我下一个视频 谢谢